就是擊敗了紐澳梁黃蜂 哈佛小子林舒豪的表現也比前一場還要來得出色 整體狀況更讓大家放心他的膝蓋復原狀況 不過賽後好小子並不滿意自己的表現喔 他認為很多地方都還要再加強才行 對 還要更好 這是好小子永遠奉行的鬼捏 不過在比賽當中有一個小插曲就是 林舒豪有在比賽當中被對手意外扯下來 大家很關心這樣扯下來的狀況 讓他重中摔掉地上是不是有受傷 好小子說放心他OK 林舒豪確定前進休斯頓之後 德州街道也能看到巨幅的廣告看板 這張和官方網站相同的照片 上頭大大的標語A New Age 意味著期待Lin Sanity 可以從大蘋果紐約再度搬到這裡上演 將火箭隊帶往全新的里程碑 找回競爭力以及球迷的愛戴 殺進睽違三年的季口賽行列 火箭隊13號熱心賽主場迎戰紐澳梁黃蜂 教人團安排哈佛小子林舒豪先發上陣 林舒豪現在開賽一段時間才進帳個人數據 不過隊友凱巴馬丁相當的活躍 中距離或者外線都有效掌握出手控檔 搭配進去歐馬阿聖賣力抓籃板 火箭上半場結束取得48比41領先 進入下半場後火箭隊防守加壓 製造對手不少失誤 三屆打完拉開比分到達19分的差距 加上黃蜂隊全場命中率3x37 出現18全隊失誤 在投不進守不住又自亂陣腳的情況下 最後火箭95比75輕鬆贏球 總計林舒豪今天上場23分鐘 六投兩中攻下9分 交出9分7助攻的數據 搭配Kaver Martin攻下全場最高的17分 合力領軍收下熱身賽的二連勝 雖然林舒豪這場數據 比起前一戰和奧克拉河馬雷霆的 3分6助攻更進步 但賽亞Jeremy對自己表現並不滿意 他認為球隊克服開賽狀況頻頻 逐漸追上對手並超前 Martin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此外好小子提到年輕的火箭隊 必須全場保持專注 才能避免攻守當機的情況 這場另外一個插曲是第三節 中了前4分32秒 林舒豪上籃時遭到Robin Lopez 強力的犯規阻擋 重重摔在籃下 讓教練團以及球迷捏把冷汗 裁判第一時間更吹判了惡意犯規 後來經過慢動作檢視 才改判一般的犯規 記者問到這個比賽 重摔落地是否造成任何的不適 好小子給了球迷安心的答案 我其實不太好 我其實不太好害怕 他只是不想我去打架 所以他招了我 球團砸下三年 前面大約2500萬美元合約 林舒豪更是火箭 攜帶重建的核心選手之一 他多次被教練團公開點名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戰力 從媒體日 訓練營 以及各項宣傳活動 受重視的程度看來 火箭高層不緊張才奇怪呢 把林聖黃瑞宏 黃化軍綜合報導 覺得只看我來體育新聞 看林舒豪不過癮嗎 沒有問題 10月15號 星期一凌晨2點鐘 林舒豪要在未來體育台會 各位送上競賽的比賽囉 馬斯要跟火箭交手 而緊接著10月16號 在早上的8點半中 火箭要跟小年 繼續進行熱身賽的對壘 我來體育台 現場直播 好 媽咪熱火和洛杉磯快艇 在中國的第二場熱身賽 是在明天就要開打了 而趁著今天秀冰日呢 大會是安排的熱火球星 來指導一下小球員 嗯 當然其實大家都知道 NBA球星面對小朋友 向來都很親切 那今天有露臉呢 還包括了Ray Allen 他也說到了熱火之後 他目前狀況不錯 有意見就直接說 嗯 很快